Hello,大家好,我是熊二 昨天白天在雪崖村杀酒下班庄盖火 赚钱养家户口 下班过后就五点半左右了 熊二就带了一包玉米种子上来 上到雪崖村山地上来种玉米 本来呢,今天早上开始种地的 但是昨天在班庄然后下面带这个玉米种子 一口气爬上来 一点都不休息地爬上来 所以杀到了这个身体 昨天晚上睡到了今天的周五十二点左右 熊二才起来 一觉起来就感冒在床上 一点急省也没有 所以熊二在床上躺了两三个小时 现在起来头都是淤淤的 一点急省也没有 所以这个玉米呢 明天种或者是后天种 因为今天的话一点急省也没有 没有力气去种地 而且现在熊二的全身 腰啊这些都碰得不得了 昨天一直在那个提桌跑来跑去的 现在腰都感觉有点痛 动不了 在山上的话一感冒的话 没地方去找药吃 因为山上的话 现在催眠也摆到现场去了 然后山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忧伤 所以感冒啊这些都得自己坚持的这个下去 去蒸上开药吃 山上的话感冒的话 是没没没没房吃药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感冒啊 然后内线的话跑天梯就好了 但是昨天的话估计 上来的太充满了 一直不停的往上走 然后码头大汗的杀到身体了 估计所以早上就感冒在床上 刚刚 上面我一个堂哥在学牙村上底上 管理那个油橄榄树苗嘛 山上的话这段时间一直提电 因为那个便秧气坏了 所以山上没法做饭吃 那个堂哥在上面烧水吃泡面 叫熊二上去吃泡面 所以那个堂哥叫我洗了 唉 熊二那也没上去吃泡面 因为没机身吃面 一点机身没有嘛 没机身吃面 没机身吃东西也不想吃东西 刚刚我跟堂哥也聊了聊 有点小山村山上现在的话 没人在山上种地 所以就是去年 去年前两年我们学牙村种地 种的玉米啊土豆啊 丝鸡豆啊 红薯啊那些都被那个野猪给吃光 因为我们学牙村山上野猪太多了 所以很多村民都不上来 种地的一个原因 所以熊二呢 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在山上种地 由于在山上种地的话 我怕种完玉米呢又被那个野猪给偷吃光 不种呢山下也没有什么地 不住地的话也没什么玉米给孩子吃 所以熊二现在还在思考种不种这个玉米的一个问题 唐哥呢一直坚决的叫我不要种玉米 种了只会喂野猪 不会吃到这个玉米就被野猪给吃完 但熊二呢 如果不在山上种地 也会把这个玉米种子拔到下面去种 下去找开开泥居家的地有没有空的去种 因为玉米种子好不容易买上来不种一点也不好 所以呢也决定在山上种一点玉米 然后拿一半的玉米种子到下面去种 看看能不能种活 看看山上的玉米种了会不会被野猪给吃光 但是可以这么说 在山上种这个玉米的话 百分之八十这个玉米呢也会被那个野猪给吃光 因为想是野猪太多了 所以我们村上不回来种地的一个原因呢 也是这个野猪啊 因为野猪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哎呀 今天的话 熊二就在屋里面好好地休息一下 看看等一下这个感冒 难受的这些会不会好受一点 不然的话要下去到镇上去开药吃才行 这样子在山上的话 明天再将感冒的话就不行了 最主要是昨天上来的时候 码头大汉那些没洗掉 因为山上 我家门口没有水嘛 没防洗 然后睡在这个屋子里面 上面透气 所以那个晚上吹风那些 吹到鼻子里面去了 早上就感冒了 咳 太难说了 在山上种点地 现在熊二一个人在山上的生活 真的是 没防说 太累了 本来老表呢和熊二一起上来的 老表在自己家里面种地 熊二的话 也在家里面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没有去帮忙 然后今年的话也没有去帮梁山小弟种地 因为熊二一个人在山上到处跑 也没时间去帮梁山小弟啊 然后帮我老表啊 这些 唉 过两天再去看看梁山小弟啊 也好久没有见到梁山小弟了 为了更好的生活 什么呢 也会一直加油的走下去 唉 今天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明天再看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唉 头都是鱼鱼的 唉 今天 外面大太阳 好了 就到这里了 拜拜